好车的世界似乎是永无止境的 要比性能 要比外观 要比内饰 要比公益 各种算下来 在价格方面没有最贵 只有更贵 你以为历史悠久的宾利 和英国皇室专供的劳斯莱斯 就能代表好车了吗 Tou yang to nail 来看看世界好车价格 排名刷新一下认知吧 第十名 宾利 起底价 278万 宾利创始于1919年 是英国的百年老四号豪车品牌 虽然被劳斯莱斯收购 现在又归属大众集团 但是一点也不影响 宾利汽车的尊贵典雅 最便宜的一款车是飞驰 价格约278万 第九名 兰博基尼 其底价299万 兰博基尼的每一款车 几乎都能刷新 小编对豪车外观的好感度 一点不愧对 意大利顶级跑车的品牌名声 创立于1963年 经过数次一主之后归属于大众 最便宜的一款车是Hurocat 价格299万 第八名 法拉利 起底价308万 号称红魔的法拉利 以高性能的方程式赛车 闻名世界 几乎是所有车友 梦寐以求的汽车 它带来的不仅仅是 外表狂野的傲慢 更是内在速度激情的体验 最便宜的一款车是 Catifornia T 价格约308万 第七名 劳斯莱斯 起底价419万 劳斯莱斯的魅力 其实已经超越了 豪车这个概念 而是一种高贵和皇室风范 这个创立于1906年的 英国老牌汽车 在2003年时 被宝马首归旗下 最便宜的一款车是古斯特 价格约419万 第六名 视觉 起底价500万 视觉是名副其实的 百年老牌 1900年就问世了 第一辆汽车 视觉并不像前几个品牌一样 人尽皆知 但是旗下的汽车 却是纯手工打造的 定制汽车 品牌风格典型而独特 每一辆车都尊贵而珍贵 最便宜的一款车 是视觉C8 价格约500万 第五名 麦巴赫 起底价538万 麦巴赫的汽车设计 和造车技术 应该说是在世界上 都独一无二 1921年开始在德国 活跃了将近20年 德国人的认真精细 是出了名的变态 这一点在麦巴赫身上 也有体现 每一款车 都可以说是登峰造极 最便宜的一款车 是麦巴赫57 价格约538万 第四名 帕加尼 起底价1200万 世界知名超跑品牌 帕加尼 其实出生在超跑之乡的 意大利小镇 摩德纳 性能好 纯手工 昂贵 量产少 这几个豪车的品质 几乎都聚集在了帕加尼身上 帕加尼的标准市场价 都不下千万 便宜一点的 应该是Zanda 价格约1200万 第三名 布加迪 起底价2400万 不少奢侈品 都是源自法国的 布加迪也不例外 埃托尔布加迪 于1909年 在法国 创立了这个汽车品牌 1998年 被大众收归旗下 独立运营 布加迪造车技术的精巧 可以从他的运动跑车 和豪华轿车 时尚体现 布加迪稍便宜一些 应该就是Cherol了 价格约2400万 第二名 科尼赛克 起底价2600万 科尼赛克的诞生 直接证明了 梦想的价值 创始人 克里斯·冯 科尼赛克 在1994年 才创立了这个汽车品牌 作为瑞典赛车界 老司机的他 有着对顶级超跑的渴望 和制造全世界 最快汽车的执念 其下价格稍低的 恐怕就是 2600万的 科尼赛克ZCXR 第一名希尔贝 其底价5000万 希尔贝的品牌知名度 和创立时间 都不如前几个品牌 但是却后来居上 成了全世界 价格最高的品牌汽车 外观 性能 动力 等各方面 都能称得上精英 唯独速度 无量产车能及 2007年 希尔贝以 每小时414公里的速度 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成为速度最快的量产车 据说最便宜的希尔贝 价格也要5000万 虽然好多豪车 基本没啥机会见到 但是小银以云山 大银以云市 真正的土豪车子 也并不是无处可见的 如果有心见到 你就会深刻体会到 人民币玩家和普通玩家 真的不是一个级别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